2023年6月4日,我在美國洛杉瓶的中國領事館門外參加了六四燭光晚會 到連在六四事件中駐藍的學生 Where did you go?Candle-like vigil, Chinese consulate Why?Because it's my duty 我在小時候在電視上每年見到維多利亞公演的六四燭光晚會 都覺得這個一連一道很有意思 希望大約之後去維延參加集會 好好感受一下集會自由 然而我仍未承認,香港就已經失去了自由 我小時候在漫漫都猜不到 2019年的晚會是香港最有一屆美政党的晚會 當晚我在遠處就已經聽到人口喊口號 也有人直接浪費領事館門口 你可以感受到在場大家的憤怒 不論是對於六四這件事過三十四條公議 依然會有得到彰顯 因為香港失去自由,又或者移者街市 雖然活動的主辦方是香港人 但是我見到很多來自中國大陸的朋友 包括零零後 我在現場也聽到很多人 用普通話來問候共產黨 我很高興有那麼多即使來自 消息封鎖嚴重的場外的朋友 烏文又覺醒 願意認識共產黨的邪惡 當晚有國際特赦組織的人員 來用英文來發言 譴責香港警察 拉走那些想盜獻六四的香港市民 我後期為何盜獻六四是煽動 為何盜獻六四會危害國家安全 老實說六四已經過了這麼多年 當年的學生也已經成為了大叔 於是道令六四是銀行國家安全 不如光明正眼地說 道令六四危害專制政權的安全 危害加害香港市民 中國人民共產黨的安全 因為共產黨也知道自己是壞人 他們無法合理化 無力鎮壓學生這件事 所以他們必須塞住人民的嘴 以此消滅人們心中 對於那一年那一日的記憶 主辦方在當晚放映了遇難者名單 我對於上年有高中生這件事 也挺驚訝 我以前一直以為參與八九民運的 基本上都是大學生 工人和知識分子 想不到竟然有高中生不怕死 挺身而出為了民主自由 甘願犧牲自己 所以台灣的年輕人 請你們珍惜 你們現在所擁有的民主自由 你們的權利 並不是從天而降 而是有人甚至在你都還未出生 就是因為你爭取的 我還了解到 其實當年解放軍 甚至對學生使用了一大老闆 我覺得共產黨根本就是濫烈人性 現場就有人派蠟燭 提示一下大家 用明火蠟燭真的要注意安全 我那晚都不小心被蠟燙到 然後晚會結束之後 也有人主動收集用的蠟燭 我認為參加線下抗議 和你在網上罵共產黨 是一種完全不同的體驗 你和很多人一起參加線下抗議的時候 你真的用你的聲線 把你的想法立喊出來 尤其是你在中國領事館門外 和大家一起抗議 用現實生活中的行動 表達出你和共產黨勢不兩立 你是真的可以感覺到 跟你信念相似的人 就站在你旁邊 和你一起為同樣的目的奮鬥 那種激勵是非常之大的 當香港沒有辦法 再舉辦六四晚會 紀念六四這件事的責任 就落在海外的香港人 和中國人身上 我覺得在海外的朋友 如果有機會 請你一定要參加悼念六四的活動 希望大家可以享受 謝謝大家